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最近刚刚介绍了有两个视频 一个就是人为什么会这么累呢? 原来是血氧 另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血氧的成因 才可以改善我们身体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血氧的范围应该是多少呢? 根据台湾医院心脏内科医生林慧文的文章指出 他说这个血氧是什么呢? 就是血红素攜带氧的饱和浓度 因为身体里的细胞是需要氧气才能够工作 所以血氧对于身体来说是很重要 如果这个细胞缺氧就会造成细胞不够能源甚至会坏死 一般来说正常的血氧范围是95-100%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会在这个范围之内 比如说老人家和一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或者其他肺疾病 心脏衰竭、心血管疾病这些患者 他本身的血氧浓度就不高了 是因为他有这些病 所以身体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之下 所以他的基础血氧是会比一般人更低 而至于感染了新冠之后在家里面 你的血氧要多少才正常呢? 林医师他就表示 要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 正常就是95-100% 但是如果有刚才提及那些患病的人士 普通来说是93-94% 如果你没有特殊疾病 没有刚才提及的情况 或者感染了新冠的话 你的血氧在91-94之间 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这个可能是你有疾病变严重的前兆 而如果你本身的基础血氧就不高 而你的血氧跌到90%以下 就建议立即去看医生 而如果你是91-94% 需不需要看医生呢? 就要视乎你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你的病况有没有变严重来决定 那林医师就说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是可以提升我们血氧的 他说自己可以在接受的情况之内 做一些轻度的运动 是可以帮助你促进血液循环 进而改善你血氧的浓度 而如果本身有慢性疾病 有心肺功能疾病的 有需要的可以在家里有氧气机 可以帮助你增加血氧 同时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 睡得到的时候 不要趴着睡 也能够提升你的血氧浓度 不过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能够帮助大家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的 就是一个深呼吸运动 很简单很简单的就是 当你吸气的时候 用鼻子 尽量用鼻子 深深地吸到很多气 在肺里面 然后忍一会 忍多久呢? 我自己只能够数5秒 就是数1,2,3,4,5 然后慢慢把它吐出来 吐出来的嘴巴好像吹口哨 圆形的 又没有那么慢 慢慢把肺里面的气吹出来 林医师就说 这个动作 你做几次就可以 帮助你提升血氧 要很慢 不要急 这样就尽量把空气吸入肺里面 让它停留一段时间 你的能力控制多少 就尽量多少 然后这样的情况 就可以改善你的血氧 我自己试过这个情况 就是用这个劫手指的机 94 还没做之前 我一路做 总共做了10下 它去到96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方法 随时可以做的 这个做的时候 我曾经以前有一个叫478 就是吸4秒 数1 2 3 4 然后在里面忍住 7下 就是7秒 再慢慢套出来是8秒 但这个对于 本身有肺病 或者其他问题的长者 你不能够做到这么急 那你吸的时候 尽量吸吧 吸完你自己在里面忍住的时候 尽量数吧 我就只能做到5下 那你做到4下也好 5下也好 那就慢慢套出来 当你套出来 可以做到8下至9下 你试一下这个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帮你提升血氧 而且不用外出的 又不用运动 睡在床 有病的病人都可以做的 希望这个治疗可以帮到大家 至于除了这个呼吸之外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你增加血氧 在下个视频再为你介绍 谢谢你的收听